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所有死亡个案中占了11.3%,一跃成为第三大死因,将自杀几出前十大死因之外 据统计,全美每年的死亡人数往往会比前一年略有增加 但去年和2019年的差距却有16%,创下1918年以来最高的单年增幅 1918年由于依次世界大战加上西班牙流感肆虐,因此单年死亡增幅达46% CDC主任瓦伦斯基特别强调,少数族裔尤其受到疫情影响 在新冠肺炎相关的死亡个案中,原住民、蜥蜴、非裔、亚太裔的死亡比例 几乎都比白人高出一倍,其中蜥蜴的死亡率最高 而在整体死亡率中,则是非裔与原住民排在首位 早在去年12月,初步统计已显示2020年的死亡数字将相当惊人 但CDC这次公开报告后,揭示的情况比预期更严峻 不过,CDC在另一份报告中也提及 部分民众的死因可能错误地被归类为新冠肺炎 当局发现,大部分死亡证除了列出新冠肺炎外 也记录了死者生前患有其他健康问题,比如有糖尿病肺炎等 只有5%的死亡证将新冠肺炎列为唯一死因 CDC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相信目前的统计准确可以如实地反映疫情 综合法广东网等多家媒体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发表演讲 公布了他总支出达2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 拜登强调,美国就业计划能够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 美国就业计划被称为自美国修建洲际高速公路 并赢得太空竞争以来最大的国内公共投资 白宫表示,该计划将创造数百万份好工作 并团结和动员整个国家来应付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 气候危机和专制中国的野心 该计划指出,美国的插电式电动汽车市场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拜登提议投资1740亿美元,用以赢得电动汽车市场 在谈及对科技研发的投资时 美国工作计划指出,在过去的25年里 美国是少数几个在研发方面的公共投资 占GDP比例下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大力投资与研发 中国目前在研发支出方面排名世界第二 拜登呼吁国会投资1800亿美元 以提升美国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半导体、先进技术、通信技术和清洁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 并升级全国各地实验室的研究基础设施 包括实体设施、计算能力和网络 拜登的计划还包括投资350亿美元 用以实现气候科学方面的技术突破 使美国成为清洁能源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然而,就在拜登雄心勃勃地要与中国对抗的时候 美国媒体却形容这是一场豪赌 拜登的方案是否有如罗斯福新政和前总统詹森大社会政策般成功 仍有待观察 据纽约时报报道 拜登的基建计划规模庞大 不仅是兴建桥梁和更替寒前水管 而是在改善基建框架下聚焦更长远的社会议题 包括气候变化和不平等 以重塑美国经济 报道直言 拜登的大计明显是一场赌注 因为他准备弃用里根年代的大市场小政府宗旨 试图证明政府比市场更有效推动经济 拜登也会利用新冠疫情和种族问题 作为推动方案的筹码 美国商会则强烈反对加税 认为这会拖慢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以及削弱美国在全球的竞争里 同基建计划的目标背道而驰 前总统川普更是在方案宣布的同日发表声明 批评这项计划将为美国自治史上最大的经济创伤之一 又形容拜登此举是向中国送大礼 将令更多的美国人失业及破坏国内制造业 如同他四年上任时的情况 他特别提到了拜登政府计划提高企业税率 将促使企业关闭俄亥俄州及密歇根州的工厂 转移生产限制北京和上海以支付更少的税 川普补充说 这与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完全相反 这是把美国放在最后 他续指 这次加税是拜登和他的朋友们对全球主义的背叛 说者既得利益者 中国华盛顿的政客和政府官僚都会赢 但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会输 据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 周三在参加一场线上商务论坛时发出呼吁 将人权等其他争议话题和对华贸易关系区别对待 该飞机制造业巨头警告 如果波音公司因为美中关系恶化 而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那么其欧洲竞争对手空客将会从中余力 霍恩表示 他相信从政治上看 中国对于这届美国政府来说将会更难对付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和这个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做生意 它就是中国 据路透社报道 波音和空客分别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飞机订单都来自中国 而中国也已经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而且北京也惯常采用大批量订购的方式 这些订单往往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外交访问行程之际达成的 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科技巨头斯科公司总裁罗哲克表示 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可以找到一个共存的方式 这将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而他也认为拜登政府可能会尝试与北京进行比前任政府更多的互动 3月初斯科公司正式完成了对阿卡夏通讯公司的收购 在这一交易总额达到45亿美元的重要收购案中 中方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21年1月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附加限制性条件 批准斯科收购阿卡夏股权案 这一交易的价格被提高了7成以上 最终于3月完成了收购手续 跟随美国脚步 欧洲在人权问题上也加入对中国的制裁 导致一些企业被卷入 近日H&M事件使得起在中国的市场面临很大风险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表示 伴随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的快速复苏 中国市场拯救了很多公司 但在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下 作为美国盟友的欧盟可能受到的打击更大 据自由亚洲电台法广等媒体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周三发布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 提供了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 投资以及电子商务 构成的重大贸易壁垒的详细情况 报告肯定了上届政府与中国签订的 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 称其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系统 可确保迅速有效的实施和执行 2020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为3108亿美元 比2019年减少10% 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为124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7.1% 美国从中国的相应进口额为4354亿美元 下降3.6% 2020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 报告说 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1162亿美元 较2018年增长6.3% 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以制造业批发贸易以及金融和保险为主 报告同时指出 中国仍然存在重大贸易壁垒 包括过剩产能 工业补贴 技术转让等等 中国由国家领导的经贸体制 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违规者 尤其是在钢 铝 太阳能等产业 严重和持续的过剩产能尤其明显 而中国制造2025政策 也会导致中国在一些先进制造业出现严重过剩产能 报告还说 中国仍在对国内产业提供巨大补贴 而这对美国工业造成了伤害 其部分补贴看上去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当局始终没有向其提供一份完整的中央政府补贴通报 而从2016年7月起 也没有提供任何地方政府的补贴通报 报告说 尽管中国去年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 不会继续强迫外国企业向中企转让技术 以获准市场准入 美国政府仍在与商界保持密切沟通 特别是他们对于中国仍在使用非正式不成文的手段 迫使美其转让技术的担忧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 乔治·弗洛伊德案于3月29日开庭审理 周四 弗洛伊德的女友科特尼罗斯作为证人出席庭审现场 在讲述她与男友的往事时 她当场哭了起来 科特尼罗斯讲述了他们2017年 在旧式军收容站第一次相遇的故事 当时弗洛伊德是那里的一名保安 有着响亮的南方声音 他还讲述了他们如何与阿片类药物成瘾 做斗争的事情 45岁的科特尼罗斯提到 弗洛伊德和我都遭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 我是脖子痛 他是背痛 当处方药用完时 他们就会服用别人的处方 还会使用非法药物 虽然他们多次非常努力地尝试戒除这种瘾 但上瘾在我看来是一项终生的奋斗 编方之前称 弗洛伊德之所以死亡 是因为他非法使用毒品 试检发现他的血液中 有芬泰尼和甲基本炳安 检察官将科特尼罗斯置于庭审现场 是想努力表现弗洛伊德人性的一面 并向陪审员解释他的吸毒情况 想引起他们的同情 在周一出示的视频中 被捕现场 弗洛伊德曾向警员求情说 请不要向我开枪 我刚失去母亲 我不是坏人 在弗洛伊德使用假钞后 向经理汇报并导致报警的店员 19岁的克里斯托弗马丁也出庭作证 他表示对整件事感到难以执行和内疚 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新闻林一台 欢迎您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全球 时刻佩戴口罩已成各地共识 世界卫生组织却上反调 依然坚持新冠肺炎疫情出气的论调 指民众若非出现病症或需照顾确诊者 则无需佩戴口罩 世卫表示 现在没有具体证据证明 民众大规模佩戴口罩有潜在好处 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 瑞安周一于瑞士表示 现阶段没有具体证据 证明民众大规模佩戴口罩有潜在好处 如果错误使用口罩或没有正确佩戴 更可能有反效果 瑞安指出 口罩及其他医疗用品正面临全球短缺情况 他强调 最受病毒威胁的是前线医护人员 他们中间口罩短缺的情况令人震惊 世界流行病学家 范克尔·库霍夫周一也表示 民众在社区中除非出现病症 并有可能造成传播风险 否则不建议佩戴口罩 他强调 口罩应留给患者以及照顾者 世卫上周曾在记者会上警告 目前全球前线医护都在面对医疗保护用品 供应明显不足的情况 保护前线医护人员是首要任务 短缺用品包括个人防护装备 口罩 手套及面罩等 但也有不少意见表现 佩戴口罩是减少社区传播的关键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宣布解封路线时 将时刻佩戴口罩列为常规性防疫措施之一 在美国多州 佩戴口罩是强制性规定 早前德州解除该强制性规定 被美国总统拜登狠批为时过早 据CNN报道 辉瑞巴央泰公司周四表示 正在进行的新冠病毒疫苗 三期临床试验证时 其保护作用在第二剂疫苗接种后 至少持续六个月 疫苗保护持续多久的问题 只有在足够长的时间过去后才能回答 虽然六个月的保护是一个适度的目标 但它比以前已值得要长 这项研究还在继续 未来的更新可能会揭示更多 关于这种保护持续的时间和强度 两家公司说 在六个月内 这种疫苗对任何有症状的疾病的有效性 仍在91%以上 试验看来 疫苗对令人担忧的B.E.351变种病毒完全有效 这种病毒是在南非流行的主要毒株 研究人员一直担心 这种病毒已经进化到可以逃避疫苗的保护 霍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阿尔伯特·伯尔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第二剂疫苗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 观察到的高疫苗效力 以及针对南非变种病毒的防护 为我们疫苗的总体效力提供了进一步的信心 据苹果日报报道 解放军军机持续绕台 加上中国内部民粹高涨 令外界对中国攻打台湾的忧虑正在增加 美国驻澳洲大使馆代办葛德曼接受访问时表示 美国与澳洲正讨论战略计划 应对中国针对台湾发动的军事冲突 在周四播出的葛德曼接受澳洲国立大学 国家安全部课访问中 他表示 美国正在与澳洲讨论战略计划 共同应对涉及台湾的潜在军事冲突 他说美国不仅关注针对台湾的潜在军事介入 也关注包括网络入侵等风险 葛德曼又表示 同意亚洲沙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上月就中美关系的看法 坎贝尔上个月受访时指出 除非北京停止对澳洲的经济压迫 否则中美关系不会改善 而日本、菲律宾、越南 也同样成为北京经济行动的目标 葛德曼表示 对于澳洲对抗中国经济压迫有着极大尊重 当中国仍在挟持我们伙伴国的经济时 我们真的不能期望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据星岛日报综合华盛顿邮报 CNN和福克斯新闻报道 国土安全部官员3月30日 首次允许美联社的文字记者和摄影团队 进入德州当纳一座 由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管理的临时拘留中心 媒体进入后 发现设施内扣押了4100多人 人数超过容纳上限16倍 拘留中心面积约有14万平方尺 总共分隔为8个大房间 每个房间的设计上限只容32人 但现在却挤满500多人 部分人数甚至多达670多人 从媒体拍摄的画面可见 中心内灯火通明 人生嘈杂 无症儿童并排躺着 物品架上摆放婴儿的奶瓶和尿布 女童则在游戏围栏内挤在一起 部分在唱歌甜色 有的孩子在放声大哭 其他的则用铝箔谈裹身 边境巡逻队随行人员 艾斯卡米拉表示 中心的收容上限仅250人 但目前收容4100多名无症移民 其中大约3400名独行无症儿童 另有700名无症家庭成员 2000多人的关押时间 已超过42小时上限 至少39人更被拘留超过15天 国安部则表示 这次只准部分媒体采访 主要是为了防范新冠病毒感染风险 艾斯卡米拉则说 除非无症儿童出现病症 否则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不会安排他们检测 至今转送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 无症儿童中 有14%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 星岛日报引述美联社报道 国防部首席发言人科比 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 根据新的指引 跨性别人士能以变性后的身份入伍并服役 同时获得法律上所需的医疗援助 国防部长奥斯汀3月31日 也发表声明欢迎新政策 军方为了保持备战水平 将不论性别招募最好的人才 拜登总统1月上任后 随即签署行政命令 推翻前总统川普的政策 允许跨性别人士报名参军 在意官兵也无需因此退伍 国防部长奥斯汀随后下令 部门需在两月内制定 及完善相关指引 不少关注性别权益的团体和议员 都欢迎国防部的新规定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 民主党议员史比尔表示 从现在开始 跨性别人士可以公开 自豪地以认同性别服役 一项友谊参军的跨性别人士 塔尔波特则说 自己之前遭川普政府阻挠 现在感觉松一口气 相信自己正式申请入伍时 军队只会考虑他的能力和成绩 而不是性别问题 国防部人事主管米勒表示 目前军中的跨性别人士 可能有1000至8000人 相信部分人没有寻求 变性疗程 其他研究则估算 人数可能达到1.47万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